大家好 今天天氣真的是忽陰忽情啊 好的 我們的空拍機又出來啦 所以來帶大家看一下春天的農場 現在看到的是我們的微笑廣場 微笑廣場是去年底完工的 那目前它的 可以看到它還是黃土一片 不過已經有很多嫩芽已經出來囉 到時候會長什麼東西呢 再請大家敬請期待吧 那前方粉紅色這一區 就是農場的百英元 百英元最主要的品種就是我們的招合音 粉紅色的部分都是招合音喔 那這邊的招合音喔 去年也都做過一次修容 就是做修枝的動作 那通常修枝後會醜個兩三年 但是之後會撤枝出來之後會更壯觀更好看 那也是為了要讓它長得更好呢 所以才會做修容 就是我們說的修枝 因為天氣齁真的是說變就變 那其實 在山上 農場的ck圓齁 和一般農田 업 最大的區別就是 有著很漂亮的濾油油草地 哇 陽光傻落下來 是的 我們福寿山農場 所有的栽培都是使用草生栽培方式 当然都是为了要友善的对待土地啊 另外这些草都是水土保持的大工程哦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白樱圆的部分 右手边有一颗两颗 有几颗白色的樱花 那个是我们的雾色樱 又有人说是雾色三樱都可以 是台湾特有种哦 那它现在已经准备盛开了 那在我们农场有几个地方可以欣赏到雾色三樱 除了白樱圆之外 就是我们的丰林雅筑住宿区 没错在住宿区里面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美丽的樱花哦 好的我们的白樱圆欣赏完 我们就准备绕固我们的苹果园啊 可以看到绿油油草地的果园就是福寿山农场果园的代表啊 一般就是我们也不会使用除草剂哦 就还是要友善农田啦 那现在这些苹果树都是在睡觉 不是死掉了 是在睡觉 它要睡多久呢 其实依照品种的不同 苹果树冬眠的时间大约90到130天左右哦 将近三到四个月才会醒来 所以大概会在十月份的时候进入它的花旗 好了看到电台就代表我们的清源道了 还满满飞过去 今天的山林真的是云雾缥缈 哇天空破了一个洞 阳光照下来了 哦好精彩的景色啊 像是探照灯一样照在我们的千蕴缘櫻花上 哈哈哈哈 这真的是说变就变的天气啊 其实高山就是这样子 山上真的是我们说一日四季 早晚就像是秋天和冬天一样 那中午有时候又热得要命 像夏天一样哦 那一天都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的温度感受 哇我们慢慢的往下面靠近一下我们的千蕴缘 哇可以看到有部分千蕴缘的櫻花 已经被这几天下的雨打落了 但是还是很多哦 千蕴缘约有六千多颗的櫻花 那富士音的部分大概就占了四千多颗 所以现在整个粉红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富士音以及招和音的部分 现在还是很漂亮啦 大概还有五天左右的观赏期 预计到三月中旬左右 那可以看到这边千蕴缘下面中间这一部分哦 有一区空空的没有櫻花 被旁边的粉红色櫻花包围的这一区哦 中间下面这里哦 这一区就是我们的大导鹰和吉野鹰的种植区哦 所以他还在睡觉真是懒惰啊怎么睡那么久 没错大导鹰和吉野鹰的部分会比较晚一点 大概在下个礼拜就是三月中旬才会进入盛开期 现在他还在睡觉啊 需要老天给他温暖一点点他就会醒来了 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右手边和左手边各有一个凉亭 这是我们千蕴缘很用心的地方 右手边这个是织女凉亭 左手边的就是牛郎凉亭啊 牛郎织女遥遥相望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也是千蕴缘啊 所以在千蕴缘牵起这段因缘 那牛郎织女的故事哦 如果夏天来到农场 有幸运遇到我们的星空导覽的部分 我们星空导覽的老师 会很精彩的把牛郎和子女的星空故事跟大家讲一遍 那再加上我们高山特有的空气很透彻的状况下 看到的星星真的是非常的棒哦 那牛郎和子女 牛郎广场和子女广场遥遥相望 他里面也有桌椅可以休息 那走到这边的话如果累了没关系 坐下来休息一下 欣赏我们春天盛开的櫻花美景 我的空拍机慢慢的爬升上来 旁边还有一点云雾 云雾缭绕 反复在仙境之中 好啦 现在空拍机用正色的角度 不是垂直的角度拍摄 哇 其实还是很精彩齁 整个千亿元的櫻花 现在还是满满的 毕竟到我们福寿山农场 号称远的妖民的农场 一趟真的是 舟车劳顿啊 那到达农场不妨 悠悠栽栽的啊 轻轻松松的欣赏这美丽的景观 那我们的旅游服务中心 又提供餐点 又提供咖啡热饮 又提供我们的农测产品 到我们的游客中心 休息一下 喝个咖啡 吃个点心 或者用餐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啊 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游客 春天的农场 早晚的温差还是很大哦 需要带个保暖的衣物 到农场周车劳顿 所以前一天晚上 一定要睡饱饱睡好好 那用最后今天的云雾缭绕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拜拜啦